人事合一,正气勇猛,这就是岭南精神器,醒诗。 诗里朝头,生生不息,醒诗发源于广东佛山,在广东、广西、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社区流传,并深受喜爱。 醒诗容武术、舞蹈、音乐等艺术形式为一体,是岭南飞翼文化宝库中的一枚明珠。 传统醒诗活动常见于节日、神诞、庆典、比赛中。 如今,古老的行诗,在传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发展,以新时代之资,焕发行诗心态力。 那么多年来,我都在不断探索着适合诗头发展的方向,因为,省诗文化一定可以原地踏步的。 诗头扎作,真是需要更加多的年轻人,像我一样,一起扎作出省诗的新味道。 男性核心堂的女子省诗队呢,是在2018年的时候萌芽。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的女子省诗队也被村民所不待见。 因为女生在难度动作方面是会比男生更难上手的,但是训练的时候,遇到了困难都选择了不放弃,一次又一次地去突破自己的极限。 这几年我们也参加了很多比赛,也获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。 背后都是源于我们教练团队的心情付出,跟队员们的无限努力的汗水。 我们认为潮牌并不是简单将几个英文字号放在一件衫里面,我们要做的潮牌希望是有中华民族精神的潮牌,通过岭南省斯文化与潮流,设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结合,可以使得更加迫近我们人民的生活。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,能够融合优秀的传统文化,才不能够让中国创造在世界范围里面出现。 如何通过舞台艺术的方式,把这么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舞台的创新演绎, 那么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,我们首任的一个目标吧,让省事的文化不仅流传于民间,更能够通过舞台剧的传播方式走向全国,走向世界。 他们,以创新,探索,积极,果敢的人生态度,去挑战,去突破,他们,是形式的血脉,是文化的传承者,他们,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代宗师。 ,一个雪脑各 bedung。 中国人,探索,积极,果敢的人生态度,去突破了大交 Fruit of the Moon, 现在ブセルの国 HASIT carro出生的粘度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